安大略省和本周一起 不再强制民众配戴口罩 医院、长期护理院、公共交通和其他地区 将会保留口罩令至到4月底 省政府的目标是取消所有公共卫生规定 这个举措意味着 超市、餐馆等公共场所不再需要配戴口罩 学校的口罩令也一并被解除 托儿所因为是私营的企业可以维持口罩令 安省首席卫生官莫义表示 其实真实的确诊数字 比每日公布的多近10倍 安省专家科学顾问上星期指出 每日实际应该有1.5万至2万个新增的案例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一再强调 大家厌倦了口罩和疫苗规定等措施 但他强调允许大家可以继续配戴口罩 他曾经表示 计划在解除口罩令的头几天 在省议会工作时继续配戴口罩 安省南部的教育局仍然坚持其防疫措施 并将其口罩受权范围扩大至到省级之外 咸美顿、温德旭斯天主教教育局一份声明中表示 尽管安省周一起取消强制口罩令要求 但其所属的学校将会强制配戴口罩至到12月1日 但该局主席邓高则表示 自己已经向教育局申请延长禁令 包括多伦多地区教育局 多伦多天主教教育局 以及华提劳地区的公立教育局等几个其他教育局 都要求延长口罩令 安省首席医疗卫生官莫义医生表示 上周拒绝多家教育局提出延长校内强制口罩令的建议 多伦多11所中学的学生组织计划举行抗议活动 反对安省政府取消学校强制口罩令的规定 有关抗议活动在Albert Canberra College Institute 外举行 一名名为安省学生防疫安全的组织表示 取消强制口罩令的规定会令到学校面对风险 而且呼吁应扩大口罩令规定 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广泛的PCR检测 并重新公布学校病例等数据 该组织也呼吁省政府为教职员工及学生提供的PCR检测 公布学校病例等数据 以及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内 取消EQAO等及其他的标准考试 次指导发稿时 安省新增确诊人数为1680人 新增死亡为3例 住院的患者降至551人 接受深切治疗部的患者降至182人